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宋十一每天都会来到这条街 但他并不是来买文丸字画 他是在找石头 宋十一是一位有着五十多年治愈经验的老师傅 可就算他和玉石打了一辈子交道 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 每一块原料里玉石的材质和价值 这是从表皮外观去判断 它的质地和颜色 就像赌博一样 这种赌玉在玉石行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一刀穷一刀富 在行里常常会流传着某某人 因为赌石而一夜暴富 也会有人因为赌错了石头而穷困潦倒 这个玉料市场他来过无数次了 还是没能选中一块令他称心的原料 宋世义常说 支撑他生活的有两条腿 一个是玉雕 而另一个就是京剧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是我一生最敬仰 最崇拜的人物 今年恰逢梅兰芳丹辰120周年 宋世义想做一件作品 纪念自己的偶像 要找到一块适合这种平台的料 是可遇不可吃 如果将玉石原料的表皮剥掉 玉石的材质和体积将会更容易判断 但它的价格也相对变得更加昂贵 在纯粹的玉石原料和明确的玉石原料之间 宋世义开始越来越倾向选用一块明料 寻找到一块合适的玉料 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 玉石的形成需要亿万年的时间 并且每一块玉料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它又能够被宋师傅所选中 这也确实可以称之为天作之合 不同的玉料 根据自然的形状和天然的材质 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琢磨 才能把玉石雕刻成为精美的艺术品 宋世义想做的作品 可以说酝酿了几十年 梅兰芳是享誉国际的戏剧表演艺术大师 一生拥有众多的戏剧作品 宋世义虽然选中了玉雕的原料 但雕塑怎样的造型 才能表达出梅兰芳的主题呢 玉雕的制作工艺 粗略地可以分为 易、绘、灼、光这几个环节 易就是要先深入了解玉料的特征 玉石有着不同的种类、质地和颜色 宋世乎选中的这块玉料 开采于新疆的和田 和田玉是中国最上乘的玉料之一 被称为中国的国玉 梅牌艺术和和田白玉 它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和田玉呢 它是温润、浑厚 内敛 这个梅牌艺术呢 朴实、敦厚 它的表演艺术 不过不及 忠正平和 玉石和戏剧 在宋师父的脑海中 形成了意念和审美的联系 但它还不会轻易地动手 在这块珍质的铃铛 在这块珍贵的玉料上 雕刻怎样的造型 还需要深思熟虑 很多时候 一块玉料 甚至要这么端详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找到那份灵感 宋师毅出生在一个中医师家 在这个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氛围中 宋师毅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我们家人让我好好读书 将来学个中医大夫 继承祖业 但宋师毅却并不喜欢去辨认各种草药 去背诵枯燥的药方 少年时代的宋师毅 是一个地道的文艺青年 兴趣和爱好的驱动 让他愈发地迷恋戏曲和绘画 在我心目当中 戏曲艺人就是各样艺术家 对他们非常打心里憧憬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宋师毅都沉醉在梅兰峰的戏曲艺术中 从各个不同的戏曲造型和唱段中 去寻找与手中预料形态走势 能够完美契合的梅兰峰主题 梅兰峰的经典曲目众多 各个都是艳丽华美 举手投足间意韵悠长 直到宋师毅看到贵妃醉酒时 觉得梅玉的圆润和贵妃杨玉环的 雍容华柜相得一张 这块料的特色就是表层正面一层撒金皮 做梅兰峰的贵妃醉酒非常合适 能够体现梅派艺术的雍容华柜 这个正好上面这块做一个凤冠 中间有一个白的部分 正好是脸部 下面做一个扇子 扇子底下有一个用白的做手 绘玉 就是在形成玉雕构思之后 在纸上和玉料上绘制图样 根据玉料体积制地合理布局 贵妃的笔法就是采用 中国传统的白描公笔绘画 应该是细致入微 丝丝入寇 实际上玉雕就是一幅立体的工笔画 在线人物的神态是惠玉的最高境界 而这不仅需要记忆地锤炼 还要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宋世宜年轻的时候 其实想成为一名画家 上学的时候 报考了以为是学画画的工艺美术学校 谁见工艺美术就是实用美术 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美术工地 是很难在玉雕这行里 闯出个名堂来的 从最初的懵懵懂懂 到现在成为一代玉雕名家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宋世宜对玉雕的全部记忆心法 早就了然于胸 而现在动手的这块玉雕 包含着宋师傅对梅兰芳大师的敬仰之情 玉雕工艺最为关键的环节 拙 首先要打磨掉玉料的外皮 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玉石的原料价值不菲 必须要把材质最好的部分 完美地保留下来 一时原料的它天然美 要强调 玉雕现在的工具 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 完全是电动的工具 配合不同大小尺寸和形状的鸵 先勾勒出总体的形态 最小的鸵 直径只有0.8毫米 虽然使用电动工具 节省了体力 但是如果失手 错误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虽然这门技艺叫做玉雕 却并非是雕刻和凿机 工具都只会极其轻微地 接触预料 去除掉的只是细碎的粉尘 玉雕这个雕字不准确 它不是雕出来的 因为玉非常硬 它是啄和磨出来的 一件事情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这就是从玉雕来的 中国的古语说 玉不啄不成气 正是形容预料雕刻成精美玉器的过程 玉石的质地非常坚硬 这块玉料的硬度大约在磨石6.5度 而普通钢铁的硬度才5到6度 用金属切滑玉石 用金属切滑玉石根本就无法留下痕迹 现代工具的铁都是硬度模式10度的钻石粉制成的 再经过高频率的转速来完成玉器的雕琢 中国制作玉器已经由来已久 曾经没有电动的工具 是如何把玉石切割开来 又如何雕琢成为精美的玉器呢 在故宫博物馆的玉器馆内 珍藏着一套清朝光绪年间绘制的古代制玉工艺流程 古代玉工在制玉前首先要先研磨出解玉砂 解玉砂是从江河的泥砂中 通过除导 过滤筛选出来的石英砂和金刚砂 有了解玉砂之后 玉工需要两人配合 用钢丝像拉锯一样切割玉料 解玉砂和水放置在茶壶中 滴在钢丝上增加锋利度 才能达到切割玉器的目的 非常慢 一天恐怕也拉不了一寸的口子 为了加工玉器更细致的工艺 中国古人发明了水凳 通过脚灯的方式 靠麻绳旋转木轴 用锋利的金属配合结玉砂 完成造型 镂空 花纹等制玉工艺 几千年来 中国留存下来的玉器 如浩瀚星辰 并且有众多工艺复杂 做工精细的传世真品 每一件玉器华美的造型 都沉浸着古人的智慧和心血 魔艺不仅需要体力 精力 还要需要耐力 这个韧性 中国古人手工制玉的技法 相比其他手工艺来说 是难度最高的 随着现代机器设备的出现 纯手工技法 已经成为无法再恢复的绝代记忆 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 宋石屹手里的玉石 逐渐地呈现出来总体的格局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玉料的内部出现了杂质 这个玉雕在制作过程当中 肯定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在制作过程 也是设计的延续 玉料出现瑕疵 被称为脏 柳 裂 当无法回避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巧妙的设计 来弥补这些问题 做这个工船的时候 这工船里很多脏的颜色 把那脏的颜色慢慢地磨掉 把里面本来的好看的颜色录出来 完美无暇的玉料 世间极为罕见 记忆精湛的玉雕艺人 往往可以利用瑕疵 化腐朽为神奇 南派玉雕 为了追求玉质纯粹 往往不惜废料 而北派玉雕最为独到之处 就是阴才实意 以及对玉料本身不同颜色的巧妙运用 宋世意正是北派玉雕的顶级大师 宋师傅的作品《水域观音》的预料边上 有一道柳裂 非常影响美观 他将杂色做成了树叶 柳裂巧妙地做成了书卷 现在有一件和尘白玉子料的柯一同子 他左边边有一块白姜石 这姜石上部分有一个小的黄皮 正好这个按常规要把白姜石要去掉 我没有去 把这背中翘色 做一个白鹦鹉 给一个小黄嘴 宋世意喜欢研究各种预料 把不同材质 颜色 甚至瑕疵 都利用在自己的构思中 这才是其中的乐趣 一时原料的客观条件 和你作者的主观因素碰撞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我们玉雕的创作的精神所在 戈德说过吗 艺术巨匠 是在限制中表现自己 宋师傅的玉雕作品 可以说题材丰富 人物 山水 建筑 动物应有尽有 我就是不愿意把自己 限制在某种题材 或某种原料上 他想用自己多年雕琢的记忆 展现玉雕的传统与现代 古典与时尚 我追求就是材料的多样化 和题材的广泛性的结构 现在的信守年来 是几十年磨砺的结果 几十年的我的磨砺经历 实际上就是在琢磨自己 在琢磨人生 从踏入玉雕行到现在 半个世纪的兢兢业业 以及对玉雕题材的积累 成就了今天的宋世一 在玉雕这条路上 想成为一代大师 没有捷径可寻 宋世一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为了把作品 能赶在梅兰峰的双甲之约制作完成 每天她都会在工作室里 雕琢六七个小时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贵妃的面部表情 头冠的珍珠碎子 都是细琢的工艺 只要手稍微一抖 都有可能让作品无法挽回 而这样的事情在行业里面时有发生 做一个老师傅 做一个薄台瓶 把它做得非常薄 已经串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了 最后快串好的时候 一失误传漏了 这老师傅一下子就 从东方就说下来了 据说是脑医学 去世了 宋师傅虽然有五十多年的玉雕经验 但对于关键细致的步骤 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每一次琢磨的深浅 都会影响造型的美感 在玉雕最后的细节阶段 已经没有再重新修改的机会了 成败就在手眼配合的每个瞬间 凤冠是这件作品的难点 上面布满了朱翠 雕琢时要保证每个珠子 历历在目 在这道工序中 宋师傅总要摒弃宁神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浴室上浮现出了梅兰芳 戏曲艺术中贵妃的形态 玉雕工艺的点睛之笔在于光 就是通过抛光的处理 去除掉打磨的痕迹 把玉石的润白和造型的韵味 呈现出来 抛光的两个原则 就是第一是宝宫 第二是宝火 这个宝宫 就是有些小的地方 一定要保住 不要给光模糊了 第二就是要保活 不要给碰坏 要使这活完整整地完成 所以抛光采用全手工工艺 用细到极致的纱条 沿着造型的轮廓 小心翼翼地摸缩几十万次 让玉器呈现出圆润光节的质感 现在 洁白的美玉上 贵妃醉酒的神情栩栩如生 折扇 朱翠 云文 构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审美 欲之美 戏之韵 相应成趣 经济是国之策 地雕那是十之策 我对于梅派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不亚于我对地雕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宋石屹今天打扮得格外隆重 他将要参加梅兰芳大师诞辰120周年的活动 并且将会见到梅兰芳大师的后人梅宝九 宋师傅今天将会得偿所愿 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贵妃醉酒 赠送给梅家的后人 这些东西我就好好地留起来以后 都放在这个纪念馆 存起来 我07年我这梅先生几段唱腔 我随便录 您随便听我这是夜一万号 这边我也送你一个 好 吃 是吧 您多保持身体 说您健康长寿 中国玉文化自文明之时 延绵今日 一代又一代治玉师傅 在精美的玉石上 铭刻着诗情画意 玉雕是以玉石原料为载体 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艺 来表达我的艺术 我的追求 我的精神世界 玉雕 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 是中华文明深厚的基石 从精美的玉气中 可以领略历史的辉煌 可以体会创作者的智慧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 玉象征着美好的意愿 和高贵的品质 而这个理念 还将会影响着 未来的中国人